行政院會通過了公共電視法的修正草案 除了打開以往每一年固定的九億元 捐贈經費天花板之外 公市的董事人數下修為十一到十五人 而選任的通過門檻 會有本來的四分之三 修正為三分之二 大家所知道 從兩千零一年開始 就是公共預算 公共電視預算上限 就從一九九八年的十二億 就逐年降低 連續三年之後就鎖定在九億 所以每年公共電視的 法定的捐贈預算只有九億 那這個問題呢 當然也限制了公共電視的發展 那所以這個緊箍咒拿掉之後呢 我們也期待公共電視 會有更專業自主發展的空間 超過十三年 沒有修正的公共電視法 除了鬆綁預算九億的緊箍咒 而另外主管機關 是過去的新聞局 改為文化部 而公市委託辦理的族群頻道等等 像客台語台 客家台 還有台灣PLUS的部分 一直是因為沒有言明確的法源 這一次修法 也賦予了法治化的基礎